大家好我是童小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专题是包包的专题 包包专题我也做过蛮多次 我觉得应该还蛮多女生喜欢看这种专题的 因为包包嘛 我觉得没有一个女孩子抵抗得了 还蛮多人不能理解说女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包 大概在大一大二之前都觉得 我更愿意花钱花在衣服上 觉得衣服就是首先是让人看上去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觉得包包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了 买一个简单一点就行 但其实后来越来越大 我发现一个好看的包包会利用力非常高 另外它也会让你整体看上去 感觉会比较好吧 所以我走上了一条买包的不归路 选择这时候来录这个专题 也是因为确实快到黑五了 那黑五其实跟双十一是差不多的类型 就是说在那一天很多海淘网站 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那如果你这一个包心仪了很久 或者是你正好又想买包的需求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在黑五那天买的 因为折扣率度真的非常大 包的态度我一贯都是 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再去选择包包 我是不太赞同说 你为了买一个包 然后去一个月 就是不怎么吃喝啊 或者是信用卡透支这种的 我是不太赞成的一个比较便宜的包和一个我很喜欢 但是稍微有点贵的包 我肯定会选择比较贵一点的 是我喜欢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包我喜欢 那我会经常去背它 然后它的利用率就比较高 然后我看它心情都会很好 但是如果那个便宜的包 我就是因为它便宜 然后我选择了它 我会就用我一次 我真的是不想再背第二次 如果就算它一二百块钱比较便宜 但是我只背一两次的话 我觉得它其实就也挺不值的 这个是我买包包的态度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包 属于各种风格都有 有比较大一点的 也有比较小一点的 材质也有不同的 价位的话是有打完折不到一千的 也有两千多的 它的价位不是那种让你觉得 哎呀天哪 这个肯定买不起的这种感觉 属于咬咬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些牌子都有的牌子 都算是比较小众嘛 觉得都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今天来和你们分享 其实我也带了五套搭配 来分别搭配这些包 内容还挺丰富的 就是不仅你可以看到包的分享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搭配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我熟记呢 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包包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 made whale的这个托特包 这个包真的是我大概 三月份入的吧 三月份到现在算是 春夏秋冬都有背过 然后大家应该可以从我的日搭里面看得出来 这个包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 我很想买一个比较轻便 然后又百搭的一款包 当时就选择了这款包 made whale的托特包也是比较有名的 说搭配性上面来说的话 这个包是非常百搭的 就是一年四季都有搭配过我自己 之前也整理了一条微博 就是说我背这个包 真的是背过很多次 那对于它的容量 我当时也是考虑它 入它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它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大家看它的这个整个的造型 就是觉得它这个包非常大 里面的容量是一个购物带正常的一个容量 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夹层的 那夹层里面可以放一些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 到时候你可以把拉链拉起来 因为它整个外圈是没有拉链的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 就算没有拉链的话 因为你平常背的话 它基本上都是夹在这个嘎吱窝底下 所以它这里面一般我可能会放电脑 或者放一些衣服什么的 像这种大件的东西 别人也不好拿 你只要把钱包放在里面的这个夹层里面就不用担心 所以我觉得安全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包也还OK 它这个原价也没有说很贵吧 它这个原价大概是168美金 原价也就是1000多块钱左右 那打完折的话就更便宜了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包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 不管你是现在是在上学 或者是在上班 这个包都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一个包 谈不上有多经验 但是这款包绝对是比较耐看经典的一款包 所以我还挺推荐 第二个和你们推荐的包就是 它的牌子依然是madewell的 因为我入了这款包之后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东西性价比特别高 其他品牌比的话就是不会说让人觉得非常有设计感 或者是非常惊艳 但是它的东西你买了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 这个包就是它的风格 其实还挺有madewell的那种感觉 比较经典 就是你这样看这个包 就整个感觉很简约大气的 颜色其实和这个包包的颜色 颜色都是棕色系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拖特包的颜色可能变更偏焦糖一点 那这个颜色就是偏棕红一点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颜色的 我觉得看上去是比较有质感 前面有个这样的设计 我会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整个包也比较有立体感 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包的容量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它这个包就是跟拖特包给我感觉 就是非常实用 因为我一般我要是背包的话 说明我今天带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首先肯定要带的就是电脑 那这个包放电脑 就是你不用带 很容易放一个电脑 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它还挺深的 包括它里面有两夹层 一个是有这种拉链的夹层 另外的话它就对面 还有两个就是可以放一些钥匙啊 或者什么的那种小夹 前面这里面也是可以放东西 背包容量和我之前入的那些背包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容量应该是最大的 拿冬天来说 它不管是搭配大衣啊 或者搭配一些小夹克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 应该是能驾驭很多种风格的 看它的一些小细节还挺好的 包括它这个扣子 我觉得它这个扣子的设计的这部分 还挺有小心思的 它这边也是会有这种抽绳啊 我觉得整个包的质感还是比较好的 皮质和这个感觉差不多 就是摸上去手感非常好 就是人总觉得背包有点丑嘛 但是这个背包真实还蛮好 挺推荐的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包 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包 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款包的 我想你们应该也猜到原因了 是因为它的颜色 是我非常喜欢的绿色 它跟我身上这个衣服还挺配的 它的品牌是Building Block 那这个品牌 其实是一对华裔姐妹花 创立的一个品牌 它们品牌的理念就是说 它们要做出的产品是不过时的 这个牌子 我相信大家之前也有看过 因为他们家有好几款包 前几年就非常流行 跟他们的里面一样 他们的产品我觉得是不容易过时 这个包你看上去会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仔细一看它还挺有小心思的 包括这边的这种圆形的设计 还有它配的一个流苏 看上去简单 但是又有一点设计感的感觉 像这种包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容易过时 它的容量确实跟刚刚我说的两个包容量是不能相比的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 容量是比较小的 但是它基本的东西是可以放进去的 比如说我这个手机是7PIN 那放进去还是有空间可以放其他东西的 我可以再放一个粉饼 然后还可以在平常要用的口红 我不带电脑的话 这个包是可以满足我的一些需求的 我觉得这个包太大也不是很好看吗 它这种小小的感觉才比较精致 挺百搭的 我个人更倾向于它和大衣搭配 特别是和一些深色大衣搭配 包虽然很小 但是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夹层 这个夹层我觉得挺实用的 里面可以放一些卡开翻盖之后 它这边是有一个logo 但我很喜欢这种logo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低调 口是里面是有这种吸铁石的感觉 吸住的 所以安全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OK吧 第四个和你们推荐的这个包是 Lofar Rando的这一款 手拎包 那这个包其实是 我为什么推荐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很适合冬天杯 因为它材质是羊绒 年毛羊皮 所以摸上去就特别舒服 然后暖暖的 特别有秋冬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一般手提包就给我感觉比较有精致感吧 比较普通的一个手拿包的造型 那它比较有设计的是它这边有一个像 系带系起来的一个扣子的这个设计 它这个颜色是灰色嘛 那灰色其实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颜色 就这个包的容量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它容量还可以吧 我觉得是比我刚刚这款包的容量稍微大一点点 还是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然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个塔扣 所以就是就防止东西掉出来嘛 里面也是会有一个夹层 一个带拉链的夹层 那夹层外面也是会有两个 放一些就是小东西的一个口袋 款包的话 从实用性来看的话 就是还可以配性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挺百搭的 听说过也是因为有很多欧美的明星 街拍的时候会背这个包的牌子 那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吧 但他们家的包的款式啊 还有写字款式都是不错 它这边logo是在这边有一个 是个银色的和这个颜色也是挺搭的 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的这个包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包 就是大家一看 还挺有造型感的 人上也是会买一些 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些单品 但是我发现 我选的那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单品 其实它整个造型也是比较简约一点的 就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喜好吧 设计感体现在它的这个整个造型上 它这个是一个圆形的造型 上面还有两个小球 我觉得这个小球的颜色 和这个包面的这个颜色很配 包的品牌是Inch Grace Tiffer 那这个品牌 它其实它的创始人是一对夫妇 他们的品牌是以手拿包为主 其实这个包也是一个手拿包 你可以把这个链条拿下来 这个包的品牌算是比较小众吧 你如果是比较喜欢这种 比较小众一点的包包的话 我建议可以考虑这种 就是又有设计感 但是又不会特别浮夸的那种 像这个包 它整个的这个彩制是这种木制的嘛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这个球是能让你更好打开这个包的工具吧 放漆的这种尺寸是正好 但放这个漆屁可能就有点嫌小了 但是放这种钱包啊 或者放粉饼啊 或者放口红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要和你们分享的这个包 这个包的品牌应该大家都知道嘛 他们家的相机包真的非常有名 我其实三月份跟你们分享的那个包包的那个视频里面 也出现了一个这个包 只不过那个包我觉得更适合夏天背 那这个包的话 我是觉得更有秋冬的感觉 摸起来也是有那种融融的感觉 触感也挺好的 那相机包这个这个造型 我觉得就不用我多说了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造型 很多博主啊 或者是很多明星都有在背 它是相机包嘛 所以它的肩带也是这种宽宽的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宽肩带的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包 如果配一个细肩带 就没有那种相机包的感觉 肩肩带也是近两年 比较流行的一个元素吧 图案我觉得也还可以 跟这个包的颜色整个也是挺搭的 那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包的一个整个的容量 手比我手稍微大 那么一点点 就里面是分为两层 每一层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它是可以放我7P这种尺寸的手机 还可以再大一点 我袋里面还会有内衬 就是也是可以放东西的 夹层比较多 你看它后面也是可以放东西的 容量方面的话 我觉得是在跟它同样大小 甚至比它再大一点的包 相比的话 这个包的容量还是挺大的 它这个logo是 在这个包最顶上 这上面有它这个品牌 是比较别致的吧 配上来说的话 像我今天分享的包 我觉得都挺百搭的 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有买包的打算 或者是喜欢我分享的这些包的话 就可以在黑五那天下手 相当于快年底嘛 给自己一个礼 因为双十一个东西都快收到了嘛 应该会拍一个关于双十一 就是已经购买的东西的一个分享 拜拜